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会上发表的报告和意见 2022年前六个月 中央军委 国防部和各级党委 与同各部委 中央和地方政府 及其协调配合 领导和主会全军团结一致 奋力拼搏 全面完成任务 在会上发表总结性讲话时 转副仲总书记 对全军团结一致 有效完成几年前六个月的军事和国防任务 表示赞扬 为了继续有效落实下半年工作任务 转副仲要求中央军委 国防部着力领导和指导下属机构 提高研究预测能力 及时主动地为党建言宪策 坚决捍卫祖国的独立 主权 统一和领土完整 此外 中央军委 国防部要继续同各部委行业配合 为各战略 方案的出台和有效实施提供意见 同时贯成落实军事和国防法律项目 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决议 到2030年确保国防安全的决议等 7月13号 在国会大厦 越南国会主席王庭会 会见正在对越南进行工作访问的 老挝国会副主席宋马奔驰那 王庭会主席强调 老挝国会代表团此次访问 也是两国国会实现 刚在老挝签署合作协议的具体化 王庭会表示 越南和越南国会 始终将加强和发展与老挝的特殊团结关系 作为头等优先 越南国会愿意同老挝国会 加强高级和各级代表团互访 分享相关经验 他表示相信 在老挝党的领导 国家的管理 全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支持下 老挝一定能克服种种困难 发展壮大 宋马奔驰那副主席 对王庭会主席 就稳定宏观经济 一直通过膨胀 采取有效措施 解决经济面临的挑战等方面 所分享的越南成功经验 表示感谢 他说 老挝将参考越南的经验 并有效应用 因中国国务委员 外交部部长 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 中方主席王毅的邀请 越共中央正式许委员 政府常务副总理 越中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 越方主席范平明 于7月12号到13号 对中国进行访问 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共同主持越中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 第14次会议 双方在13号在中国广西南宁市 举行的 越中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 第14次会议上一致认为 从2021年9月举行 越中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 第13次会议以来 两国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双边合作继续取得积极进展 越南是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 也是中国在世界上的第6大贸易伙伴 中国继续成为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 双方同意推动高层 和各级别代表团互访和接触 有效律实党级合作 发挥越中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的重要协调作用 有效解决合作中的困难和障碍 方平民建议中方继续过越南货物 通过陆路和铁路口岸 进入中国创造有力条件 建立绿色通道 缩短建议和通关时间 过越南水果进一步开放市场 继续提升各领域的合作效率 王毅对越方的合作建议表示赞同 他说中国将继续扩展 与越南的合作范围和深度 与越南携手扎实维护生产量和供应量稳定 深化陆海新通道合作 在领土边境方面 双方一致同意把越中陆地边界维护好 管理好 根据越中陆地边界三项法律文件 妥当解决突发事件 同时尽早签署 越中海上搜救合作协议 和关于建立海上愉悦活动 突发事件联系热线的协议 此前12号下午 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平民 会见了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 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各级交流和接触 进一步发挥现有合作机制和方式 提升经贸和投资合作滞销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加强疫情联防联控和边境管理 升级改造和开通 双方所达成共识的边境口案 本着越中三个陆地边界法律文件 解决突发事件 助力建设和平 友好 合作和发展的 越中边界线 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邓狂江大使 已向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缔叫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 答复古特雷斯 关于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建立越南与联合国合作关系 建议和介绍越南在实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6次帝越方大会上各项承诺的努力的书信 发明正在信中已经对联合国和古特雷斯 个人已经向越南 其中包括在能源转型中 建立与七国集团的伙伴关系 提供援助表示感谢 古特雷斯对收到发明正的书信感到高兴 并高度评价越南的努力 指出越南与发展中国家 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面临的挑战 古特雷斯强调联合国和他个人 将在该进场中继续向越南给予支持 邓黄家表示 尽管人面临许多挑战 但越南将努力采取多项措施 来全面实施所提出的各项承诺 为越南人民带来利益 各位观众 俄罗斯领先的安全软件 铸造商和供应商卡巴斯基 将越南评为东南亚 应对针对银行 在线购物支付系统攻击 威胁方面最安全的国家 据该公司的统计试显示 越南银行支付系统和在线高屋的相关诈骗案比例 低于东南亚其他国家 具体是 越南26.36% 印度尼亚 马来亚 菲律宾 新加坡和泰国的这个比例 分别在40%至64%之间等 据报告 由于越南政府不断提高公众金融安全意识 和越南移动银行电子钱包的迅速发展 越南在线贸易和购物系统不断完善 据亚太金融科技与数字银行 2025年专题报告 在数字经济快速增长的推动下 2025年 越南移动交易 预计增长300% 新加坡商业时报援引经济学家的话称 越南经济近年正重回强劲复苏的道路 经济专家 索罗斯旗下基金投资总监 约翰帕鲁来号 将越南评价为前沿市场的明星 尽管前沿市场通常规模较小 流动性较低 且难以获得外国资金 但越南已赶上去市 今年前六个月 流出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近9% 达到101亿美元 新加坡最大的新展银行经济学家蔡汉腾 则预测 越南近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望达到7% 完成既定目标 蔡汉腾表示 越南正在成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强大出口国 其市场份额可能会进一步增长 大华银行之前也将越南2022年GP增长预测值 从之前的6.5%上调至7% 该预测假设 以新冠肺炎疫情不再继续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为前提 然而经济学家也评估称 尽管增长势头良好 但能源危机已开始影响越南的增长 越南需要意识到增长面临的风险增加 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 摄影师阮亚的随行越南驻南苏丹维和部队之旅 达图片及展览及亮相仪式及展览会 日前在河内环境湖文化信息中进行 此次图片集展览展示了摄影师阮亚 在他随行越南驻南苏丹维和部队时拍摄的数千张照片中 跳选出的100多张照片 为民众带来了许多关于越南绿色碑雷帽战士 在折行国际使命任务中美丽而人性化的形象 刻画绿色碑雷帽战士真实美丽且破具意义的时刻的图片 细致入味 栩栩如生 这是我首次同维和战士赴南苏丹 感到十分骄傲 这是非常困难的地区 因此来到这里工作 是我一生中十分难忘的体验 在一个特别困难的地区执行维和行动 国民怀着名字自豪感 加倍努力克服所有困难 初次完成被交付的维和使命 摄影师阮雅表示 这次行程是人生归重 且难得的机会 他将尽最大努力拍摄更多的纪录图片 有助于描述越南人民帮助国际友人的形象 此外 他还想向公众更多地介绍南苏丹的人民和国家 这个国家虽然困难重重 但民众总是乐观 微笑常待和好客 参加维和行动的军人们始终以高度负责的态度 精湛过瘾的技能和正诚无私的行动 旅行职责使命 为饱受苦难的人们 冲起一片片和平的蓝天 我已承诺将拍下一部精美的影片 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了解维和军人的工作任务 除了图片集展览开幕室外 摄影师软押向公众推介由约东社出版社发行的 《随行越南驻南苏丹维和部队之旅》的图片集 深述图片集共300多张图片 记录了摄影师软押随行越南在南苏丹维和部队一个月的旅程 为了吸引提为广南绿色旅游目的地的2022年广南国家旅游年 近日在会暗示 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以同广南省人民委员会 举行替为越南文化遗产空间展览会 该展会介绍和推广 越南已经被联合国教育组织公认为各处自然文化遗产的价值 这也是推广绿色旅游的潜力和吸引力 提高环保意识 保护国家自然文化遗产等的良好聚会 从而有助于吸引更多资源来促进旅游发展 并提升越南风土人情形象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 题为游览俊南传统手工艺村的展区 展示许多图片和100个手工艺品 给游客带来参观全国传统手工艺村 体验和探索各地的独特之美 进而加深对民族文化精华的了解的机会 我们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